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汉代开始至明清时期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 向中原朝廷年年纳贡 碎碎称臣 公元1387年 朱元璋派大臣南域占领辽东 进而控制了铁岭 当时的朝鲜国名叫高丽国 铁岭为明朝和高丽的交界处 依附于北原的高丽国王 新宇犹如井底之蛙 全人不知明朝之强大 竟然出军讨伐明朝 命其归还铁岭 朱元璋怎能被一旦玩小国吓倒 立即派大将蓝玉迎战 高丽国王新宇 则派大将李承贵率兵讨伐 李承贵甚至不是大明的对手 直接带兵反客为主 拿下了国王新宇 建立了李氏王朝 为了巴结朱元璋 争取到明朝的支持 李承贵上述朱元璋称臣 废除了原有的高丽称号 让朱元璋为高丽赐名 朱元璋与朝中重臣商议之后 为高丽赐名朝鲜 寓意为朝日鲜明之国 意思是李承贵的思想觉悟很高 分得清主次 知道朱元璋是大哥 朱元璋还下旨将朝鲜 列为不争之国 朝鲜这个名字引用至今 在朝鲜古代 一直派学者来中原学习 智史有很多的文化和习俗 与中国大体是相似的 比如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 其中男尊女卑的一些封建思想 也被朝鲜所接受 2016年中国电视台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 同档播出《女一名飞传》 这是一部根据真人历史的人物事件 改变而成的古装传奇力之剧 由当皇明星刘诗诗 霍建华 黄轩 连灭主演 一已经播出 就强势登上了收视榜首的好成绩 这部电视剧 以明朝女医谭允贤为故事线索 讲述了她立志悬壶济世 并最终克服重重困难 突破封建制度的禁忌 公开行医 并建立医女制度的故事 将一代女国医演绎得淋漓尽致 然而这丰满的剧情之后 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无论在高丽王朝 还是李氏王朝时期 女人的地位都非常低下 她们被称为贱名 另外她们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 除夫妻之外 男女之间不能单独相处 更不得有肌肤之处 而这一观点却有一些麻烦 比如古代朝鲜中 医生都是男人 一旦女子生病怎么办 尤其是宫廷女子 身份格外尊贵 总不能用线断卖 那只是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中国古代皇宫中 有太监可以代劳 但朝鲜却没有 公元1406年 朝鲜当时 男女有别的观念越来越严格 内宫女眷们非常避讳男性医官 一些女眷为了游出自己的真结 宁愿病入膏肓 也绝不找男性医官 这使得当时很多内宫女眷都被疾病 送去进上帝了 第三代皇帝李方远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在朝鲜宫廷中发明了女医这一职位 由宫廷专门挑选一批女童 年龄在13岁左右的 从小入宫由御医负责统一安排在 寄生院学习医术 成熟以后 专门负责给宫廷中的妃子 宫主等人治病 这就是女医的由来 女医的存在 其实不仅仅是为宫中服务 有时也会给地方的妇女看病 对于患者没有贵欠之分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喜欢看韩国电影电视剧的朋友们 一定不会对燕山君和他的宠妃张绿水感到陌生 这个没有妙号义号黎明的豹君 一辈子没干过几件好事 燕山君是李氏王朝的第十位皇帝 由沸飞盛世与成宗李歇所生 五岁时 生母甚是因宫斗而死 他从小性格暴躁 不爱读书 他本是李歇的次子 因长子早年夭折 所以燕山君成为了嫡长子 成宗李歇在位期间 很多大臣上书 认为他不学无术 不适合继承大统 李歇虽然也同意 但一直没有下正式诏书 废除 1494年 成宗李歇意外过世 燕山君凭嫡长子顺利登基为王 继位后对于女医的职能上有了重大的改变 因为性格暴躁 燕山君残杀了很多忠臣良将 整日沉浸在后宫中 与美女相伴 宰歌宰舞 不亦乐乎 还有更甚的 他将朝廷周边的一个寺庙 改成了天上人间 共其取乐 公元1501年 那天是他的生日 他在宫中宴景百官 来给其祝寿 同时又下旨传70位女医及舞女表演 宴会完毕之后 又轻轻挑选50名女医 传唤至寓前释放 初次尝到甜头 燕山君有了更荒谬的想法 他觉得可以将女医编入自己的后宫 于是他下旨女医 必须学习舞蹈和唱歌 以被自己娱乐时消遣 同时 他还封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医为 一记着装打扮和舞女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看病 另外一项工作就是事情 后来 在每次宴会结束后 他还会将女医赏赐给大臣 女医出身本身低微 朝中大臣对他们也是乐此不疲 因为燕山君朝鲜女医 当时盛名于亚洲 有明朝使者来访时 便是安排女医做伴 在明清时期 更有向朝鲜索穷女医的事情发生 有的充施后宫 有的被封赏给大臣 后来 燕山君由于酷刑百官 被群臣联合废掉 流放到桥同岛 两个月后病死 享年31岁 但一记这一职业 还依旧继续 当作了君王和大臣们的福利 在当时 女医这个职业被朝廷一分为三 也算是因材适用 第一种叫内衣女 负责为宫女和民间普通女性治病 不做其他工作 第二种叫拆备带令医女 她们是女医中的佼佼佼者 只为皇家宫廷内部治病 因为进水楼台先得月 有一部分难免会被宠幸 第三种叫做五月宫廷一记 基本上跟武女差不多 后来 一直到中宗即备 她开始想方设法地纠正前人恶习 明文禁止召唤医女参加 夜饮场合 然而遗憾的是 当时不管是医女们 还是王公大臣 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 因此当时 还是有很多医女被带去宴会场所 成为了有一定学识 及待遇其差的最底层人民 虽说 一部分医女会因为美貌 及其他原因受到王公大臣 以及其他贵族的优待 从此平步清云 但是剩下的大部分医女 还是过着非常卑微低下的生活 令人怜惜不已 最后 在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 持续了四百多年的一纪制度 才彻底被废除 朝鲜王朝的一纪 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 原因就在于朝鲜女子的地位低下 而且绝大多数一纪都是平民家的女儿 所以在没有靠山的前提下 才会任人凌辱而不反抗 另外 女一在朝鲜中后期并不受重视 原因就在于权贵们的欲望爆棚 古代朝鲜的女子也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入 在逼不得已外出之际 也要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另外 朝鲜男人也将女子的真结 看得十分重 所以朝鲜女人一旦结婚后 就得安心地相夫教子 一旦不小心被别的男人碰了 就被视为不解 为此朝鲜女人看病非常难 因为当时的医生都是男人 但后来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恶性循环 所以女一开始出现在朝鲜历史中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权贵参与其中之后 她们却沦为了地位更低下的医技 无论中国还是古代朝鲜 只要合计沾边的女人 基本上都会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她们就算掌握了高超的医术 最后也都沦为了权贵的玩物 女一的天职本是就此复伤 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但最后男逃和舞女一样的命运 实则可悲可叹 其实整个事情的本质 并非全怪艳山君 更不怪那些女医 她们只是封建王朝制度下的牺牲品 她们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她们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所幸现在的女性已经得到解放 不会再有这般惨剧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